哈囉一隊的手足K斯汀 地獄廚神Golden Renzi 最近在國家地理頻道上播出了一個全新節目 地獄廚神美食秘境 他跳脫以往在廚房的專業形象 走入世界各個角落去探索料理以及深度的文化 冒險爬上山崖跳下瀑布 尋找珍貴的食材 最後再與各國出眾的廚師一起用不同的方式完成料理 但是這些跟他自己的人生相比或許根本算不上什麼 今天就要帶大家從頭到尾深入了解這位 全世界最會罵髒話的男人背後的故事 當我們從電視上認識哥登的時候 其實他早就已經擁有超過10顆米其林星星的電視名廚 在餐飲界以及影視業都雙雙獲得成功 但是他其實在童年時代過得非常顛沛流利 哥登出生在蘇格蘭的一個小城市 5歲時搬到英格蘭居住 他在家裡排行老二人 有一個姐姐以及一個弟弟 但是他的家庭卻一點也不幸福 由於父親一次次工作失敗的關係導致酗酒 開始對家中成員施暴 弟弟在年紀非常輕的時候 就因為海洛因成癮被送進了少年監獄 在這樣子的家庭環境下 哥登一直默默忍氣吞聲 直到16歲那一年毅然決然離開了他生長的地方 前往英國 年輕時候的哥登在家裡不斷的忍氣吞聲 唯一能夠帶給他慰藉的就是媽媽在醫院下班之後 替他煮一頓熱騰騰的飯菜 除了這以外就是足球 成為廚師以前 他一直夢想的是成為一名職業足球員 12歲的哥登展現出不錯的足球天賦 入選了當地的少年足球隊 之後他也獲得了鄰近地區球隊 格拉斯哥流浪者隊的邀請成為其中的一員 但是正當一切看似如此順利 現實卻又狠狠的傷給他一巴掌 哥登曾經說過 或許我在選擇足球的那一天 傷痛也同時選擇了我 的確儘管他非常勤奮的練習 球技也進步的很快 但是他身上不斷累積的大小傷痛 以及他在不斷的練習當中 磨損自己膝蓋的軟骨 最重要的一次打擊就是在他的比賽當中 摔斷了他的十字韌帶 兩次嚴重的受傷 讓他不得不放棄如此心愛的足球 家庭破碎又要被迫放棄自己心愛的運動 此時的哥登看似了無希望 但所謂危機就是轉機 這時的哥登搬往英國 開始一點一滴累積 足以讓他避免餓死的廚藝 儘管技術不是很純熟 但是哥登就開始展現在廚藝方面的熱情 以及他開始轉換跑道的志向 為了尋求人生新的方向 哥登在貴人的資助之下 前往了北牛津郡的烹飪學校就讀 在廚藝學校畢業之後 哥登前往了一個野宿酒店 Rockston擔任助理廚師 正式開啟了他的廚藝生涯 這個規模適中的餐廳 正好讓哥登好好的打磨自己的廚藝技巧 但好死不死哥登竟然在這個時候跟餐廳的老闆娘 發生了一場不容之戀 被老闆發現之後哥登只好拍拍屁股走人 隨後他也到了許多餐廳工作 但是也許是哥登追求完美的個性 所以他在每一間餐廳只要感到厭倦 了無心意他就馬上換工作 直到哥登搬至倫敦 遇到了他人生啟蒙導師 Marco Pierre White 馬可跟哥登的故事非常精彩 我們之前也做了一支影片介紹了這兩位師徒之間的恩怨情仇 各位有興趣可以點擊資訊卡去看 簡單來說儘管學習到了大量的知識 但是因為哥登受不了馬可照三餐的問候 決心離開馬可繼續深造 離開馬可之後的哥登到了倫敦另外一家規模更大的餐廳 Le Gavouache 工作 在那邊接受完訓練之後他又到了法國 之後也向侯布雄以及Ju Savoy這兩位米其林泰斗主廚學習 因為曾經跟這些主廚共識過 所以他就會開始擷取每一個廚師他們的精華 變成他自己的一套風格 從飯店負責準備料理 到完全吸收法國fine dining的歷史精髓 哥登在1993年正式成為三星餐廳La Tante Claire的主廚 之後再次與Marco合作擔任Albergine的主廚 並且拿下二星殊榮 他也在那邊培育了他自己的子弟兵Marcus Weary 經歷了這麼多的洗禮 哥登終於覺得自己準備好成立一間屬於自己的餐廳 1998年他成立了Restaurant Gordon Ramsay 至今20年仍然是英國餐飲界的頂標啊 Restaurant Gordon Ramsay非常快的就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在2001年的時候得到了米其林三星的殊榮 哥登很快就開設了第二家餐廳 也就是我之前去試吃過的米其林一星餐廳Petrus 之後哥登開始在世界各地拓展他的餐飲半圖 至今在全球營運的餐廳就有18間之多 講到廚藝哥登真的沒話說 而且他也是蘇格蘭史上第一位獲得米其林三星的廚師 但是真正讓我們認識他的 是他對人破口大罵口沫橫飛的樣子 Oh stop it It's shit I'm not wearing a hearing aid Shit Shit Louda Shit Don't point at me 這就要講到他的成名節目 地獄廚房 Hell's Kitchen 12位對著料理有興趣的人 不管是不是廚師出身 都會前往這間地獄廚房進行料理的考驗 每一季他們都會被分成紅藍兩隊互相較勁 其中因為許多成員在出山的時候表現不如預期 就會遭到哥登各種言語的羞辱 I can ask me help sir I can say f***ing do it Yes sir Get him by your side Yes sir You pretty boy Get f***ing involved 也因此網路上開始盛行一大堆相關的梗圖 各位可以在底下留言 你認為最經典的罵人金句到底是什麼 一定會非常精彩 哥登曾經自己說過 他從來不會去看自己錄製的電視節目 因為他不想要XXX 要小心注意自己的言行極止 或者是裝模作樣 What's your f***ing crack? I don't have any crack What's your game? I'm just here to cook sir Now look at me You f***ing take the piss at me one more time In the middle of f***ing service yeah Kiss your f***ing ass goodbye Is that clear? Understood sir Wake out! 正因為這樣不拐彎抹角的個性 深受觀眾們的喜愛 另外一個非常經典的知名節目 就是廚房噩夢 在節目中 戈登前往許多經營不善的餐廳 並設法在一週內拯救他們免於倒閉 而因為戈登去試吃這些餐廳 他都會非常真實的給出他的批評 直接當著餐廳老闆的面 吐出食物丟到垃圾桶 都是非常正常 甚至還要跟餐廳老闆大打出手 I'm asking for f***ing responsible I'm asking for f***ing help 一般人也許會顧著餐廳的面子 但是戈登完全不會 想吐就吐想罵就罵 想想看若是一個普通的主廚 對著自己的廚師或者是顧客惡言相向 可能很快就名譽掃地了 但正因為他是戈登塑造了只有他可以的獨特形象 罵得越兇 反而名氣越大 大家聽得越爽 甚至有許多網友開始在推特上面 hashtaggoldenramsey 希望看看自己做的料理可以得到怎樣的臭名 而戈登也不負眾望 他的回應一個比一個還要嗆辣 最後一個要講的長親節目就是 Master Chef 廚神當道 戈登擔任三位導師之一 並要在一群業餘廚師或者家廚當中逐步挑選 直到第一名出爐 節目中戈登多次示範困難的技巧 像是替龍蝦完全去殼 幫羊排剃骨等等 每每都讓人讚嘆戈登的心急處意 雖然在網絡上面有些人說 戈登的罵人實力不弱以往 但是從參賽者的言行舉止 就還是可以發現 戈登絕對是他們最深的恐懼 2019年全新播出的 《地獄廚神美食秘境》當中 戈登則是大改過去的形象 各種上山下海飛沿走壁 只為了取得一些非常稀少的食材 好笑的是每當戈登要冒險取得食材的時候 電視的消音聲就好像火災井一樣 不斷的嗶嗶嗶大響 也許是跳脫他以往讓人受苦的形象 現在輪到他縣市爆了換他受苦了 觀眾的反應也是越看越爽 這個節目的收視率也是節節高盛 卸下了廚師以及電視明星的身份之後 戈登其實在家裡是一個非常稱職的完美老爸 跟妻子Tana已經結婚了23年 而且擁有5個小孩 有別於在鏡頭前面的火爆 其實戈登私底下是一個非常親切和善的老爸 他也會在工作之餘帶著孩子出去出遊 或者是參加各種戶外活動 而且他最近在IG上面跟他的兒子 PO出了非常多他們一起去參加鐵人三項的照片 其實還蠻溫馨的 其中一個女人Mathilda就是希望可以步上自己老爸的後城 想要當個廚師 那他在老爸的指導之下 他也成立了一個自己的料理節目 戈登在裡面也常常客串演出 說了這麼多大家是不是終於真正的了解到 這位平凡出身 但是最後聲名大噪的火爆廚師 戈登曾經說過 如果沒有成為廚師 他會毫不猶豫投入海軍陸戰隊成為一名職業軍人 如此硬漢 怎能不愛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按讚分享跟訂閱頻道 如果有什麼戈登的小故事 或者你想要分享的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是柯汀汀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